強行投入偏眼地區長輩和身心障礙者 照顧服務的一粒麥子基金會 創立到現在20年了 12號上午特別舉辦了 飛越20份湧向前的活動 邀請到接受服務的社區長輩前來 共同慶祝一粒麥子20歲生日快樂 3 2 1 請拉彩蛋 在台東各街人士的見證下 共同為一粒麥子基金會 迎來了20歲的生日慶典 2 1 請走出 台上嘉賓射出手中的紙飛機 象徵著帶領長輩及身杖人士 盡情的展翅翱翔 為了慶祝一粒麥子成立20周年 基金會特別在12號上午 舉行週年慶的活動 邀請長期捐款協助的 個人及企業代表 還有接受服務的長輩們前來 共同還清 周立華女士趙媽媽 剛才這個台東街道運的時候 他就堅住一筆很大的金額 拿出一千萬 成立一個基金會 我就想到他 我就打電話給他 他滿口答應 他說沒有問題 我就馬上回給你 所以我想這個人的信任 他信任我 可以把這些錢做最大的效果 一個對的鏈頭 然後做對的事情 會產生極大的效果 因為當初就是一個鏈頭 一通電話 那我真的沒有想到 麥子可以做那麼多事情 從台東縣 花蓮縣 一直到宜蘭 新北台北 然後屏東 台南 那服務的長輩 從一個東新制拖展 大概二三十位長輩 到現在 大概一個月 大概可以服務十萬五千人次 不管從送餐 即家服務 日照 母藝 各方面的 所有的老人想要到 我們需要做的事情 我們都提供服務 以利麥子在上級人士 周立華的捐贈下 獲得一千萬的啟動資金 從台東縣開始 為老人與腎臟者提供服務 到目前為止 已在全台七個縣市開支散業 基金會也表示 一路走來收到了許多捐款 才得以服務更多的弱勢對象 接下來人會秉持著 哪裡有需要 就往哪裡去的信念 持續實踐他們的使命 既然其輪 台東市報導